拒绝意大利男篮主帅邀请 放弃冲冠机会 也要返回国内参加男篮短训营 在赵薇伦心里 为什么仅9天训练的含金量 比大赛夺冠更重要 赵薇伦妈妈的最新发文 清楚揭示了儿子做出此举的原因 05后小张赵薇伦在今年的U19比赛 和意大利B2联赛中都有出色发挥 比如B2联赛 面对榜首球队时 赵薇伦督得22分率队取胜 一周前的收关战 跟着全场14中10 3分10中7 36分8主攻带队赢球 作为意大利的篮球轻训体系一员 如今他更是迎来了 轻训球员最为看重的赛事 U19全国总决赛 赵薇伦所在的球队 也将角逐最终冠军 作为球队核心 他本应该和队友们一起冲击冠军 但连俱乐部成员没想到的是 这最需要他的时刻 赵薇伦却为了看似 没什么声量的中国队训练营 放弃一切 面对周人的不解 赵薇伦妈妈则用一篇文章 阐述了孩子真实想法 小薇终于如愿登上回国班机 今天历时一周的 意大利U19全国总决赛 拉开战幕 经过一个赛季的征战 全国最优秀的16支球队 聚集总决赛现场 角逐象征着意大利清训 最高荣誉的U19总冠军 可在得知被中国队急军营征召后 这一次瓦雷德俱乐部迟迟不予准嫁 各种方式劝说小薇率队冲冠 作为球队队长和战术核心 不能与队友兵肩作战 小薇确实有种背叛同伴的负罪感 内心虽然煎熬 飞蛾相光 却是义无反顾的天性和本能 直到大老板斯科拉亲自约谈 小薇再次坚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斯科拉才终于点头放心 为我的国家征战了25年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尊重你的选择 为你而骄傲 同时也感谢所有帮助小薇成型的人 付出的努力 让他有机会接受传奇人物的指点 在欧洲尤其在意大利篮球界 乔帅就是神话般的存在 以乔尔杰维奇名字命名的战术 不仅清运队沿用至今 库里在NB也经常使用 现任意大利主帅波泽克 无论当球员还是做教练 都曾被乔帅无情碾压 前不久的校园杯 说下来颁奖了意大利主教练波泽克 和小薇聊天 邀请赵薇伦来他的球队 可小薇却说 我想跟乔尔杰维奇一个队 这是赵薇伦妈妈对孩子决定的解释 可以说赵薇伦这一举动 就能体现他愿意为中国队牺牲一切的决心 而这样的想法 也一直贯穿在薇伦成长的各个时期 一次采访中 赵薇伦透露过父亲的规矩 那就是家里人在一起时 必须用中文交流 中国人之间肯定要说中文的 要是我和他们说意大利语 反而很奇怪 包括首次穿上中国队球衣 面对不多的出场时间 和不算突出的战术地位 赵薇伦也看得很淡 能代表自己的国家比赛 就是最大的荣誉了 重要的不是得几分 而是怎么能帮助球队赢球 我也希望今后能多穿国家队球衣打球 有人说赵薇伦这个决定有点傻 也有人说短讯没那么值得 但只有赵薇伦自己知道 他所做的这个决定 才是自己能追赶前辈 达成梦想的前提要素 未来的某一时刻 让赵薇伦披上中国男篮战袍 登上世界赛场 任何对手最好不要轻视他 因为除了先进的篮球理念 他也有为国家队奋斗 牺牲 玩命 拼搏到最后一刻的决心 中文字幕提供